到金門拜票 柯文哲要拓展 離島支持度 在教育政策座談時 喊出大學學費 該漲就漲 預告如果當選 大學學費調漲 OK 年輕人以後念書 爸媽得多準備一些學費 一向力挺的年輕選票 是否足夠忠誠 一月十二選前之夜 民眾黨搶到凱盜 前三天場地 佈置需要的時間 卻都被民進黨拿走 讓柯正寅做出最壞打算 不打舞臺 直接在車上開獎 選前之夜難搞 民眾黨進突襲 搶下一月十三開票之夜 賴清德進辦前的北平東路路權 針對意味濃厚 是否想以此作為籌碼 交換一月十一的凱盜路權 引人瞎想 這個路權其實並不是我們這邊申請的 是民眾黨的支持者 他們自己去申請 如果說民進黨這邊有需要的話 其實我們是願意來跟我們的支持者 溝通 看這樣子的這個路權 是不是可以釋出 我們一月十一號預計會在凱盜 來進行造勢晚會 那在一月十二號就是在選前之夜 的時候我們會在板橋的第二運動場 民進黨無意交換計畫一月十一 在凱盜辦大型造勢 不給柯問哲提前敞步機會 一月十二當晚北市只有柯銀配造勢 侯康跟賴霄都選在新北板橋第一 及第二運動場 相距只有五分鐘車程 選舉關鍵路權爭霸戰 各陣營諜對諜 期待離勝選更近一點 三菱新聞葉齊凱林凱君 他們綜合報導